过好几天的金普聪呢 即将要在哈佛大学举办台湾相亲座谈 而这次看到了在 波士顿的马屋造势大会之上 我们平常对于马总统的 这个大姐啊 二姐啊 比较熟 这一次呢 小妹跟妹夫都出场了 马一九 这几天飞飞下来 金普聪难得稍稍放轻松 波士顿的马屋后援会 盛况一样很热烈 继前一天的马二姐出现纽约造势后 马小妹 马力军 也和丈夫从纽泽西 特地赶来出席 今天二姐又出现 是在另外一个场合 所以现在大家是一起动员 我们呀 从一九九八年 哥哥开始选台北市长 我们就 每次都是一起帮忙 怎么看哥哥这一次选期 大概蛮紧张的吧 所以希望这个 大家都可以多帮忙 多拉点票 家族聚会 总统的新生儿 妹妹听见新坎里 马总统仍在台湾北中南跑透透 姐姐妹妹们也没闲着 台湾帮忙 拉抬选情 但这回很拼的 绝对少不了他 一向很学者的金执行长 要学着保冠警 把台湾feel的暖场秀 原汁原味带到美国 但面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猛烈回击 金扑松的态度也没踪现 EGFA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态度变了 但是我们也听不到任何对过去自己所发表的言论 有一丝的愿意表示更正 就好像失忆症一样 从来所有过去的攻击人都不曾发生过 金扑松抵达波士顿之后 即将在哈佛大学展开一场台湾乡亲的座谈会 而且时间点还刻意提早蔡英文两个小时 蓝绿双方在美国的拉票之战 呈现短兵相接 以上是中天新闻 朱海和李世健在美国的采访报道